真美的一位女士 她叱咤伤海 抉择果断 见识非凡 一批那个 落那那桶金的人 下海就是跑上海 全国各地 服装啊 百货啊 什么都有 没有没有的东西都有 模特较量的身份 让她具有一种优雅的气质 然而渴望爱情的她 却无人相伴 五天就在医院 一天抢就两回 我都放着脚丫子 去银行取钱去 到底什么样的男士 能走进她的内心 我自佩不如 模特 谢谢 你看这个高啊 胖瘦 石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什么呀 人家还没聊呢 官暗个儿搞对象啊 挑大的挑小的 说实话啊 姐 刚才那个 先生往这儿走的时候 我还有点偏向于您的讲话 更多精彩 尽在选择 大家好 很高兴在周一到周五的21点40分 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小燕 欢迎大家 那大家也知道了 我们现在的选择除了前一天晚上的21点40分 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45 还有重播 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看 今天呢是由两位专家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 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专家老师 一位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小杰 欢迎石老师 一位是律师霍明亮 欢迎霍律师 那今天呢也是按照我们最近的一个流程 一号女士登场呢 是由我们的两位男嘉宾来决定的 那么他们会决定哪一位首先登场 我们把信号先切到南观察室 叔叔咱们来听三位女士的声音哈 这是第一位女士哈 第二位 今天参加节目录制 关键是想找一个 嗯 陪伴众生的那个伴侣吧 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 包容对方的一些不足之处 我的关键就是陪伴是最重要的 这是第二位 来咱们听第三位哈 我现在也没什么负担 就想找一个北京的男士 有责任心的 他那是是过往下半身 第一个吧 第一个可能年龄大一点听着 那您呢 我感觉那个第二个声音 就是说话 还是那声音和那个词句 挺温柔挺好的 哦 我要选择第二位 那行那咱们定一个 定那个 定哪个您说 对 第一个 那个第二个吧 听着跟那个这哥们 随他吧 第二个吧 好那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已经诞生了 我们掌声把他请上来 掌声由 谢谢 怎么样 石老师 这个首先来说就从这衣服 你就吸引了很多男人的目光 谢谢老师 我跟你讲 我们这一号女士上场 绝对不是靠外在 因为我们这个男士挑选谁是女一号 是通过他的声音 所以您刚才说什么了 我说了两句还是三句 说的就是两个人吧 就是到这个年龄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 寻找最后的那个 后半生的那个老伴呗 就是说陪伴 关键是陪伴 这就是过日子呗 这也就是您对未来 另外一伴的一个期望 对 印象挺好 刚才我听那声音就挺温柔的 好来选择他了 看了挺有气质的 你看果然我不出我所料 我觉得这声 我有点干颤嘛 他太阳气 我太吐气 那这样我们来认一下 我们的一号女士 她的基本情况 一号舞嘉宾李佩珍 65岁 北京户籍 丧偶 社会退休 您这种状态可不像65的 这一看您是不是平常 也从事一些什么的 文艺演出啊什么的 有过 您是唱歌呢 还是走秀啊 唱歌也喜欢 但是没练过声乐 所有的文艺我都喜欢 关键是舞蹈 模特 行题 这样的 看不到刚才您上台的时候 那个气质特别的好 是吗 这种穿戴 就有一种表演的 要演出了 对对对 所以说你看得出来 还是挺让人惊讶的 因为一般走模特秀 我们搞这个选择的春版 都是那个大高歌的那种阿姨 是不是啊 你那想法已经过时了 现在已经不需要你这样的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 他为他的将来做准备 那你戴上大厨子的帽子 第一炒勺 那也是一种特色 对 你这种 行业做模特 可以有那个胖模特 真是的 胖模特 挺肚子矮一点 那又怎么了 有有有 我这叫特型演员是吧 我们自有自己的气质 我是说当老师 这个也是可能是 有点那什么吧 他当老师啊 一个喜欢 来来来来 那我觉得咱们真的应该 好好了解他一下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 不什么进入 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 模特老师 离开伤心地不将就 您这个还不光是做模特 而且还当老师了 当老师也是一个 业余的老师吧 不能说是专业的老师 因为我就是喜欢 从二十多岁去上海 出差的时候 前面有一个姐姐 那会儿叫姐姐 我那会儿叫小 就是看着人家走路 就感觉那种表情 他从能到外的那种美 我就走不动的感情 就是这样 跟踪人家 还跟踪 跟踪人家 也直跟踪人家 到了一个商场 我也不敢跟人家聊天去 待会儿我还看着他买东西 我别让他看着 最后他出来的时候 我就问他了 他说我是模特老师 在美国 这样我们俩就有联系 也是他把您带到了 模特这行李是吗 但是我说我这么矮 但是我喜欢 他说没问题 咱们练的是一个愣在的东西 对 大那以后我去门短着练 老一直在练 那您是报了班了 还说自己在家里看着视频了 当然不会的 我是专业的老师 比如说咱们新思路 你还去新思路呢 还有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就是我先生走了 那一年我就直接放我的嘛 直接就去了老年大学 因为一个人真的太糊涂了在家 就是这样 相当于气质 所以女人一退休了 就得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不要想年龄 我觉得她气质特别好 身材好像不是特标准 对 稍微偏胖点 要不要看看我们姐姐 今天现场给我们来走一段 今天还走啊 当然都好 来来来 走一段 给您配一个模式啊 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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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帅 特年轻 所以这是得看到谁 不行 诗老师 您这像人掺着您质的 等着走 这行 这行 还要走一走 太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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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不错 这做模特的水平挺高的 挺自然又美的 美 不得了 不在乎胖瘦啊 你看我都看得迷了 男士看得肯定更迷了 这走模特步 不是一般能走出来的 我太喜欢了 卖出的步子 能看住你的自信程度 是吧 就是不一样 谢谢 我学 我肯定去学 谢谢 一看就是 一看就是专业 你跟人量过 还是有一些 就是基本的套路在 当然了 走路 老师的这个教 他必须布和他手和他身子 和他眼神都得配成套 你不能说看上这 这不灵 像我这刚才不灵啊 我业余 我只瞧热闹 我懂你 您别说啊 我们姐姐走起来 我还是说那个劲在那 我现在发现啊 不在于高矮胖瘦 就是那个劲拿捏到了 就非常的好 那叫气质 所以其实模特不像我们理解的 只是走路就是而已 不是的 不是的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的修养 等等在里面 对 很多 但离开伤心地 我听您的口音 您是山东人吗 是 烟台父亲是吧 祖机是山东烟台 你真厉害 你竟然还能听出哪个地方 山东你也烙响 对 清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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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清岛的朋友也挺多的 过去 就是离开那个伤心地吧 怎么了 那发生什么呀 我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就是 我那个先生去世了 他是喝打酒 把他出事 就这样 我先生住院花了奖金百万吧 我们一起报销一分钱 我感觉他也是挺身留职 就是我实在是忙不过来 顾那么多人 他也就是 我说你挺身留职吧 您当时忙什么呢 我搞商业的 我下岗下海 因为我是老大 算个弟弟 我下海就是 所有女生能用的东西 从人到外 所有所有的 因为我这么多年 就过去的事情 都不想说 第一批那个 老男那桶金的人 下海就是跑上海 全国各地 有厂子的地儿 就有我的身影 包括服装啊 百货啊 什么都有 没有没有的东西都有 然后你当时做到什么程度啊 反正是借了二百块钱吧 两个月 四个月之后 我就买了一套房子 哦 四个月买一套房子 四个月以后 再慢慢的我就是 有几个 三个商场 三个商场 再就是搞那个 房子出租 这也就这些吧 您那思路够超前的 对 就是可能是有这一点吧 对啊 房子出租 那个时候你看 你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 是什么年代啊 83年82年 对啊 那个时候其实对房子商品化 大家还没有那个意识呢 几乎不懂得去买房子 您是没有商 房子还没开对外商商品化了吧 不是 我是弄的是商业的那种 比如说 人事房 就是买的那 不是买的 租的 租的人家的转租 从包下来就去 对 这一片我就包下来 它是什么意思 包下来 包下来以后 那你要买了 现在可发了 买过 买了上下楼 但是我来北京 先生去世以后 我就把他又转卖了 就那样 就是 离开那个地儿 把孩子老哭 这女强人 不错 真的 能挑起家人的担子 真不错 做生意 不是说你 你能做 就去 就能做成的 他能做成 就说明他还聪明 山藤女的 比较贤惠 家务啊 他就肯定 别勤快 你看人家 他能这么捣翅 也勤快 但是您当时这个 可以说叱咤风云的 那到了北京之后 怎么要重新开始 对啊 到北京 我那会儿到北京 就是人生低不熟的 也没有朋友 没有什么的 马家楼那边有一个 就批发那个 大理石的什么 我就搞那一个了 我把这个自己 就偷那儿去了 这是您一个 完全陌生的行业 是吧 我一转行了 各行入各山嘛 但是干了也挺好的 挺好的 有一个朋友认识我 认识我 姐姐你看你一个人 你爱的呢 都不知道 没说不知道 你知道就像一个人 告诉他以后 他就说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吧 就来了那几天 不到一个月 他就给我介绍这么一个人 这个先生特别特别好 这个好在哪儿 关心的那种 特别特别温暖 说话从来 就跟咱们这么说话 没有大声的那种 叫我的名字 那他叫你什么呀 我最后那个名字叫 叫珍嘛 珍珍你吃饭了 就这样 每天就这样 认识的时候 不知道他有病 但是他有病 他说薛亚高 他牛病 我也不懂 我想 无所谓吧 这个年龄 他才五十岁左右 我就四十多岁吧 最后就是发展到 牛肚症了 他走了多久了 五年了 五年了 所以其实两段婚姻 都挺遗憾的 但是您还都挺幸福的 对啊 但我给他们这两位先生过日子 就是过正常的日子 能加起来以后 能有几年吧 这个先生就是五六年 以前他没病 五六年以后 病得可严重了 每天就在医院 一天抢就两回 救护车就来了 我都光着脚丫子 去银行取钱去 钱不够了就为我姑娘 因为我是个女儿 带的是个女儿 这个现场有一个儿子 儿子呢 也不紧去反正上班 也不用儿子 就是喜欢这个人 关键是品德 看多美 多好的女人 又能吃苦 所以再找的话 您的希望是什么 希望就是 两个人 不管怎么样 我感觉外在的东西吧 别要求那么多 要求的就是 两个人的品德 善良 厚道 我感觉做人吧 首先有厚道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需要一些时间 慢慢去感受 对 因为像您前面那两段 其实也是很幸运的 是很幸福 就是时间太短了 他们都是善良人 这个老伴就是得病了 赶上了 真的 我搁一个这个 我搁一个 真是 没事 老师 过来了 都过来了 我就说怎么这么不幸 两段婚姻前都是病 而且这个 都是花钱的东西 第二个先生 就是我姑娘 都给他花了二三十万块钱 你看 所以说我感觉 现在有些先生就说 问一问女士 你家有没有房子 你家有没有钱 千万别问你这个 谁有钱没有钱 不会说出来的 就是两个人的匹配度 善良 互相陪伴 日子都会好好的过 都没问题 八十年代挺风光的 又有钱 那时候二百万是钱 灵活呀 超钱呀 对呀 你想到现在很多人 还不懂得做二房东呢 人八十年代就知道做二房东 可没想到 您原来的很多的钱 继续都是 后来这两段婚姻 为了爱给他们花嘛 我感觉 什么是爱 就是这样才是爱 如果 我跟你说女人就是这样 真的很爱的时候 是不会在乎这些东西 对 也不会在乎对方的 我们经常会说 什么是爱 爱是一种付出 喜欢是一种取得 对 所以呢您在整个的 这样的两段婚姻当中 能够看到 您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 而且有爱的能力的人 所以我看说 生活的感慨 给您积累下来的 包括您今天所展现 给我们的这些光环 光彩 谢谢 您一定是一个内心 充满力量 对美好的生活 充满期许的这样的人 谢谢老师 谢谢 她绝对错不了 她这种女人 谁娶了她谁幸福 我觉得人是挺好 挺高雅的 我就觉得自己高攀不上 自愧不如吧 所以你看你最后这个 不将就 其实我们再开始 依然是不将就的 哪一点是不能将就的 比如说喝打酒这个 找这个人 不是说他长得多么好 多么高 你看咱们和律师 不是一厘七八的个儿吧 但是呢 说实话 两位老师都不是那么 一厘七八的个儿 还有这么多少绅士的男士呢 其实就是要的 就是一个内在的东西 两位老师 非常正确 身不绅士跟身高 半毛钱关系都没 对 没有关系 真的 五大郎在绅士 他也是五大郎 不是 绅士什么叫绅士 你都憋出内伤来了 你别逗我了 我说的就是 喝大酒不行 喝大酒不行 除了不喝酒还有呢 抽烟呢 抽烟吧 比如是这个年龄 如果先生会抽烟的话 那就抽吧 适量吧 不行 跳舞 跳什么舞 交易舞 交易舞 本身就是一种优雅的 有些人观点不一样 我感觉跳吧 没事 行 没有房子 没有房子 不行 这个就不行 这个我追问一句 那是真不行 他这个没有房子 他有的是这样 他名下没有房子 但是呢 其实他有独立的住房居住 比如说 虽然房子写在了孩子名下 您这种能接受吗 不行 没问题 有地儿住就行 有地儿住就行 您看 这个不能理解错了 人家是要求有独立住房 有地儿住 您自己有房吗 有房子 这个房子是 准备养老的房子 那会儿买的时间 就是没有人买那个地儿 但是现在特别好强手的地儿 他这个房子是三层高 跟别墅似的 我买的是一层 在东四环 东四环 那离这儿很近 20分钟吧 过来 好 那我问一下 如果跟一位先生 约会的话 或者第一次见面 您希望在哪儿见 听那个先生的话 先生为主 您可以做主 别急 我感觉第一次 我从来都是被动的 我脸皮薄 但现在 现在您可以做主 你看 东园 咖啡厅 餐厅 车站 游乐场 动物园 我就可以 我肯定选动物园 我觉得北京动物园挺好的 要是我肯定选动物园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我看这不顺眼 我看这漂亮的动物去 你想看动物 你就有动物看 不想看动物 其实里边的山山水水也蛮好的 行 就这么定了 行行 我们看到底是哪位先生 跟您一起去动物园 可以 那接下来您就可以决定 今天的两位先生 哪位可以先上场 来 给您看一下 有十个他们的方面 您可以挑三个打开 然后来决定 A先生 B先生 谁先上 好不好 年龄 年龄 身体那个身高吧 身高 身高挺重 有住房的问题 一米七一六十 一米六六七十 住房的问题吧 住房 住房 嗯 稍微胖过点 我想要一百五十斤左右 那个七十公斤左右的 以上的 别太瘦了 别太瘦了 有安全感 稍微胖过点 那意思就你这样的合适 坐实 对 所以您最后选择谁 下面这个 下面七十三的这位先生 是吧 一米六六七十公斤有房 对对 行 好我们来祈祷南观察室 我们看看是哪位先生 这位先生是不是来过呀 来过我见过 是不是 来过 老师吧 我真的不希望找这么大 但是今天嘉宾都是这个年龄 我也没得客气 您是希望找多大的 我找个七十岁左右的吧 但你看他一乐起来 跟他乐了一下 就觉得 还可以 挺温暖的一种感觉 哎呀 我顶过他 我顶过他 我跟他献个花 哦 您是在公众号给他献个花 对对的 我献个花跟他 我说我 跟他站在一块 跟他个差不多 应该挺配的 在那个正面一看呢 一笑挺可爱的 挺 还行 有那种 有那种感觉 您慢点啊 哎 您慢点啊 看我叔叔真是挺精神 哎 您换个位置 您好 叔叔叔 坐这边 好 二位受个累 您二位 站在一起 让我们看一下 好 来 二位受个累 我自佩不如 哎呦呦 哎呦呦 谢谢 咱们得 你看这个 高矮胖瘦 石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啪啪 人家还没聊呢 官暗个儿搞对象啊 不是 挑大的挑小的 哎 说实话啊姐 刚才那个 先生往这走的时候啊 我还有点偏向于您的想法 嗯 但你们俩真站在一块 还真 叔叔这叔您越来越帅了啊 哎 来坐坐坐坐坐 一号男嘉宾 杨胜利 七十三岁 北京人 先丧偶 后礼仪 教师退休 我觉得行 可以好好聊一聊 嗯 那这样 嗯 刚才呀 我们做主啊 然后给你们俩订在动物园见了 您喜欢动物吗 动物啊 啊 动物啊 喜欢啊 看动物世界我经常看 哦 您都喜欢什么动物啊 大老虎 非洲雄狮什么的 行 狮虎山 你看我就说我刚才说的狮虎山吧 那就狮虎山啊 好 然后动物园养人溜溜啊 五分钟的时间 好吧 嗯 您是山东人是吧 对 哦 自己带着孩子到北京来闯荡 自己闯荡来了 不就闯荡 那会儿 也就是 离开那个伤心的地儿吧 就是啊 给孩子闯着一个 好的环境吧 有一个女儿 对 她在山东啊 在北京啊 也在北京 结婚了 也在北京啊 也结婚了 姑爷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我一个女儿也是 她原先在国外 她最近要回来 她有公司 到北京来工作 可能 我姑娘姑娘都有公司 她们都有公司 孩子的事 咱们就不用去管了 现在都年龄大了 就想找一个 两个人能去 管人世界的生活吧 哦 你身体怎么样 啊 你的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啊 啊 现在目前还行 是不是我说话 我说话 我说话 十年二十年 问题不大 你耳朵是不是有点 我现在已经有点背了 哦 而且有点耳鸣了 我听出来 这不行了 这是老年代 我感觉到 要不本来我爱听歌啊 爱唱歌的事呢 自然规律没事 但是现在 我发的声音 我自己听的不好听了都 对 好 行 北京家住哪啊 您住哪啊 我住 现在住太阳宫 这大姐也不问你说 不是 您往这儿来 您瞧瞧他 您老往那边看 您瞧 您瞧这大哥 不是 看人家了 对不对 大哥挺好的 这也在北京没有住房是吧 我有房子 你自己买的是怎么了 自己买的在花园的房子 在哪儿 东四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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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几句是 小两句一大句 是 小两句是 人家在约会呢 你当个给他们看 不是 不是 公园管理员 不是 他们俩不说了 他看你找你 从他们个人 尤其这位姐姐 她的阅历看 我觉得不适合 这位老师 对 性格不一样 感觉到 因为这位老师 她未必能够 体会和理解到 这位女士的艰辛过程 可是咱们 双方的住房都不太理想 是吧 对 你是不是也是想到南方 房子比较 是是 条件比较好一点 是吧 对 我两处房子都不太好 交代口还有一个小瓶房 那个什么的 好点行 也现在租给中介公司了 一个月三千多块钱吧 对 那些吧 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 关键就是 我那个地儿也所拆钱 到现在也没拆 咱们聊的是量生活 就是 我对其他的东西 我从来就不去追求 你多少工资啊 退休多少 我从来就没问过 每一个人 朋友介绍的也好 我从来就没问过 关键是两个人 这种状态 两个在一块生活 比如说 我玩着胳膊球 那个 去逛个超市啊什么的 我那步走得快 我穿旅鞋的时候 蹭蹭走了 先生在后边 我还在拽着他 我就感觉就有点累是吧 怎么样 聊得如何呀 挺好的 先生挺优秀的 觉得聊了多长时间吗 十几分钟有吧 十几分钟了 您觉得聊了多久啊 十二分钟我感觉 没有 我感觉比咱们聊 越来越来越来越快还长了 你也约就六十分钟 对 先生的感觉是对的 聊了六分钟 包括我站在这儿 等你们聊到 我感觉比咱们前一段路 那一段都长 那么难熬啊 好像聊得不是特别融洽似的 他俩的就是 体态合适说话的表情啊 不太合适 对 性格不一样 感觉到 你看两位老师也摆出了表情 一个是很尴尬 一个是很懵圈 这个大姐刚才也没看见 她聊的时候啊 她也没正 看呢 看呢 看了是吧 看了是吧 但是就是我觉得啊 尴尬干的 大姐姐说的这条件吧 好像是 跟那个 跟咱们这 这男士这个 稍微差一点 是吧 她首先来说是房子 咱们这个 这大哥说是没房子 现在房子没有 是跟那闺女儿住的 房子大夫两套呢 但是 那是您名下吗 有我一个名下 有一个我女儿 平房吧 那平房是我名下 您就拆迁的那平房 在您的名下 这你看这有房 这比有房好啊 她那可是好地方 人说了 石老师 本来你是多说那两分钟 就说我其实不在意房子 又不在房子 我其实在意的是 一个是身体健康 另外一个 两人能不能说到一起去 是不是 我走秀的时候 走秀的时候美吗 你看了吗 看了 怎么样 走的挺优美 挺自然的 谢谢 那个您身体怎么样啊 目前来讲 还问题不大 有什么三高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问题 有我做过两个支架了呢 有 因为看身体能看出来 因为我 我对男士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我就是包括年轻人 我看的就是一个身体 老先生的身体真的不 老先生怎么着 他身体肯定是心脏也有问题 走路上吗 看着不 就是那个 耳朵还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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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短短的几分钟 我就能观察到 因为我在医院 这么多年照顾先生 我跟医生打交道 就是他的那个形象 走路啊 或者是 都能看出来 不 问题在于那个姐 耳朵 就是70左右的先生 对 这是必然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我觉得 这个不太现实 对 因为很多毛病 他就是一个老年病 对 就是岁数到这了 自然规律都有 对 我霍律师跟施老师 我跟你说 我找的就是 最起码耳朵 别有点问题 因为什么 耳朵听 得听力好 那有一股听器 不就完了吗 那个不行 那个对身体 可有影响了 对 你千万别这么聊 你干什么 往死里聊得行吗 不是 要说两人 怎么这样往下 一般的伤人见的话 就不聊了 要有缘 能够在一起 沟通的话 不是他关键 他还一个挺吓人 什么呀 他的眼光他独目 无论年轻人 还老年人 他一眼能看出来 他什么状态 就身体走到什么状态了 这不能这么聊 宝贝的吗 女士刚才她提到的 说关于身体 对 关于耳朵 这个听力的问题 让我总结一件事情 其实两个人 可能是女士 她从自己的这个第一感觉 和刚才聊的这个感觉 为什么用晕的这个词 没聊起来 其实 就是双方那个 心里的那个热情 那团火没有燃起来 就刚才 当聊到住房的时候 您跟女士也说了一句话 您是也想要有一个女士的住房 宽育一点吗 对 好一点 好一点 住房了解好一点 所以我这是 生活费我可以去全包 因为我推人金比较高 您家是多大的面积 不管多大面积 我也不让男士 上我家来住 为什么呀 不会的 这就是我的底线 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两人都非常一致了 对对方都是没有感觉的 是吗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暂时先回到观察室吧 好不好 好 来 阿姨 你先回去 好了 休息一下 好 你看人家这步法多优雅 我的感受先生还很优秀 各方面挺好的 可能是 我的感觉是年龄吧 身体 我对这个物质 没有那么强烈 关键就是两个人的匹配度 杨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世面环节 关键词有三个 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 我的心太善良了 想跟他联系联系 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 那你现在都忙什么呀每天 给我们讲讲 忙什么 现在以看电视为主 那现在还做什么运动 现在有时候踢踢件 有时候找老头下个围棋什么的 踢踢件 踢踢件都吃好了 也好看 老年吃丹嘛 学校合唱队什么 还参加合唱队呢 对 学校的合唱队 又厉害的 你给我来一首歌呗 来一首歌 最近你们这儿兴朗诵 我连朗诵再唱 毛主席诗词行吗 行啊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燕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难远西风 今日长鹰在首 何时辅助苍龙 有点意思 要唱啊 天高云大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燕 望断南飞燕 不到长城非好汉 去指行程二万 轻唱不容易唱 有那个音乐伴奏版 你多少还能偷口气 他这个是清唱 那个气算不来 不是一般人能唱的 挺好的 唱和劳动都挺好的 关键他是老师 他也自如 踢架还是踢两脚 等会儿说 踢两脚 可以踢架还是踢两脚 快 省得外人说有七十多 等会儿多少 快倒了 说生气了是吧 为了证明我们能活到九十 先这样做 等会儿 过一会儿 这刚才那女婿说 这个您身体不好 您是不是心里较劲了 现在咱踢架 一天能踢多少个啊 踢不了几个 就跟几个哥们儿 围着你踢一脚 我也踢一脚的 那样的 行 刚才说了 架上 我踢一下 给你们看看 单踢我在学校 反正也是冠军 我好尝试 穿那个鞋也不太好踢 身轻如燕的 喝 我挑一般的这样踢 对 喝 这厉害啊 脚都不落地 太厉害了 你干得去 我还挺夸少 你说嗨 那志愿者姐姐呢 她不懂了 我这个裙子有点不方便 您替我来踢 来 好 在这儿呢 好 我就是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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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 乖 这个动作 真到位了 立马出汗 我回头买一个 在10小时 你一个下子 你让人俩人踢吧 我再来一个 哎呦我 别摔着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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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12 那跳双摇呢 是吧 是吧 来 来 你瞎瞎 来姐 怎么样 您觉得这先生的身体状况 臭 是吧 臭 对吧 刚才这一号女婿说 身体不太好 我们说那气儿啊 就这两下您觉得还行 还行 还行 七十多岁了不错了 这哪像七十多的 尤其是纠结 有点纠结 看看吧 是吧 还行 我听说 叔叔对我们这位志愿者姐姐 印象挺好 不是 高看不上 不行 不行 不可以了 不会了 我让了斑马椅子 你娘比她太大了 斑马椅子 让姐姐也了解了解您 这环境好 不行 是吧 最好 对吧 我不行 我不行 我条件不行 您还别说 我是爱 我爱活动 您看二位那眼牌 有那个像是 我爱下围棋 你脸大小吗 原来是 不是不是 我们称为叫夫妻像 我们这位姐姐 其实以前也是上过我们选择的 对不对 条件很好 现在是 在新加坡 但是我刚才化妆的时候 听您说是 今年反正都在北京待着呢 是吧 是 您刚才就阿姨把您带下来 在这点时候 您觉得我们阿姨哪儿好啊 我都看了身边背影 看了这她走路挺好看的 我的天啊 因为那个模特步 她是在舞台表演的 日常生活 我一看这个妹妹走路 特斯文挺好看的 我的妈呀 看个背影都能爱上 情人眼里出息是 是不是 没想到 我没想到 因为我觉得她年龄 我比她大的好几岁呢 你都问过了 多大岁数啊 她65岁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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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比她大好几岁呢 刚才说了 先生的退休生活是这样 我的心太善良了 这是指什么呀 我善良 比方我这个前妻离婚了 我们早就断绝夫妻生活了 但是呢 那个 现在我那个 那个两居室楼房 还让她白住着呢 为什么呀 因为她没地去 她在申请 她就 因为把那户口转过来 她已经属于北京无房户了 能够申请什么经济使用房啊 什么的 她说申请那个房子下来以后 她才能搬走了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那房子虽然小 但是我特喜欢在我那生活 我那儿习惯了 物美超市走个十米八米就到了 工汽车站也走二十米就到了 就您说东四十条那个房子 东四十条 现在是她在住着呢 住了多久了 但我也给她找了一个先生 人那个男的那个老头挺喜欢要他的 他还答应给他房子了 不要 结果他们俩还没说何呢 他就说得先把他的房子那个 整个给他转到他名下来 可能老头怕你骗我到时候 我给你房子写你名下来 你不嫁给我了 我该受骗上当了 不是 您作为她原来的丈夫 还给她介绍男朋友 介绍了 介绍了 你想得挺开的 我就为了让她早点能有新的去处了以后 搬走 就给我房子疼出来了 当然这体格我也觉得是胖一点好 我也喜欢胖呼呼的 那圆脸我喜欢 那拍拍那胖呼呼的肚子我拍拍 我喜欢这样 可爱 那绝对有手感 我就拍拍 我就拍拍 有时候我跟他探玩一下 我就想问一下你 他要知道你这么对他感兴趣 他得高兴子了 那受不了劲了 我就有点不喜欢 那你跟这个妻子是怎么认识的呀 他是东北的 在景山那个是玩踢件的干什么 一块玩 他外头租房 他就那边挺愿意跟我 因为他那会生活特狼狈 他没有退休金没下来 还得交那个保险 他在这打工 他是东北下岗职工 女儿还上学 那会觉得他也挺可怜的 需要帮助他 您就做了什么呀 我就重庆他了完了以后 他那时候还在一块教我跳跳交易舞什么的 跟我说那接受挺好的 我觉得他挺挺朴实的 初次登记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点那个高颤反正 觉得他没户口 北京这那个什么 后来也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挺困难的 我们帮他一点他就 那后来过了多少年就离了呀 过了七八年了 十来年了差不多 我帮他我帮他女儿 我帮他把女儿到北京了 还上了一年中学 完了以后到他老家去考高中 不是要考大学 他要回伺候他姑娘去 那时候我能每个月 反正由于我理财 反正每个月给他打七千六呢 特别敬佩他 你要看一个人啊 就得看他怎么处事 通过他的处事 你才能知道他的价值观在哪儿 这人不是一般的好人 后来又怎么了 过不下去了 后来离婚就生活上 要不说要不在一块 我又要求在一块的话 是婚是很必要的 要不然的话 你不知道不在一块生活 各种矛盾 你都暴露不出来 比方说有什么问题啊 你比方说他有 第一次让我特别生气的就是 我的黑白子的日本的围棋 那黑白子你看 你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你扔这钱 你还有用没用 没用我可给你扔了 连这句话 我说怎么也找不着 我给你扔了 吃饭也吃不到一块 吃饭呢 他为了减肥吧 吃一点饭 他吃菜 每次都吃三分之二 我连三分之一 我吃两碗饭 只能吃三分之一的菜差不多 不过这都是次要的 还有好多事情 最重要的 还有很多事情 我弄不了 我每次大桌 我们出去玩去吧 坐那个大巴车 我在后边好多排 连我旁边的 谁好多人 这个大鬼儿 大瞌睡 他坐得很前面一排 他好像专盯着我似的 我每次快快睡着了 一会儿的时候 他从老远过来把我睡醒 干嘛要跟你说话 他我什么靠在人身上 我就睡着 打个盹都老爷们碰一下 没什么了不起 哪怕我咪得沉溺那么一会儿 就行 就是刚刚睡着 每次在家躺着睡觉也那样 每次都是刚刚睡着的时候 好容易睡着了 他把你吐呼醒 那在家里又没有影响别人 在家里也是这样 为什么不让你睡 好不爱他事 他要不就出个动静 就跟诚心出动静 你觉得他是有心的 还是无意的 好像他就是看着别人睡着了 我没睡着吧 我就把你弄醒了 有点这眼 那你捅他去 你说这些东西 你要不在一块生活 你就觉察不到 就是你 我问姐姐 就是他刚才讲的这些事 您怎么想 有些细节确实挺难忍受的 但是他的 我能理解 但是好多事情可以解决 好像他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就是这事其实也没那么写 还不至于说要离婚 是吧您是觉得 对小事情 他就因为好多小事 其实都是琐事 也没有什么大事 原则问题没有 就是小事 心里头就别扭没 两个人要接触 一个是同吃同重同劳动 才能看出一个人真正本质 要不在一起 你看不出来 他刚才说的那个 我太理解了 因为我 睡觉不让睡觉 炒菜 他先拿三分 他先占三分之二 你炒两分我也三分之二 反正我就得多吃 吃饭最起码的得 我们北京人讲究 北京人 你得让三分 人家吃饭 人家没动饭 你别动我们家特讲究 吃完那吃饭 老让在盘子里头 你不能说呱呱吃光了的 姐姐你把您的这个生活习惯 什么说了 两人可以沟通一下这事 我是通常因为我会做 所以我就是不精心的情况下 就一不小心就两个菜 三个菜四个菜 至少是两个菜 有的时候一摆上桌 这又怎么做了四个菜 一样吃两口 就这样的 一个菜的时候很少 所以咱也会换着花样吃吃 对 我做 我喜欢做饭 我 我喜欢采满 你要说这么吃什么鸡鸭鱼肉 你说好了 我绝不心疼钱 你要一往买多少 买什么样的 我就买你 你别炒吧 我就想问你 让您吃 炒四个菜也行吗 可以可以 他不嫌麻烦 我可以买 他要吃什么鸡鸭鱼肉 他随便点我买 你又不嫌麻烦 我也可以搭个枪手 帮你洗洗 现在说说咱俩吧 是吧你们俩 这个 怎么着 您愿意为了女婿 跟她到台下去沟通吗 我不知道她如何了 反正我条件比她低 看她 对她我属于高攀 她 没有没有 一样 大家一样 救活一点 所以如果女士愿意的话 您就后边的女士都不见了 是吗 那个小样问你 现在假设我要愿意 你还见其他人吗 是这个 不见也可以了 是吗 谢谢我 你如果已经比较 我那什么 我还是那个 当转者吧 我这考虑考虑 我考虑考虑 所以呢 我生活节奏不一样 有点生活细节 不太一样 我很少吃炒菜 他没有炒菜不行 炒菜你不吃 很少吃炒菜 他们可能习惯吃蒸啊煮啊这样 西餐多一点 对 这北京的男人呢 他就喜欢朴素的 喜欢那个什么踏踏实实的 你觉得你跟他不合适 还是这个志愿者 跟他怎么合适 我觉得 因为我有点顾虑 就是我信花 他没接 我感觉他对我 不是那么 还是觉得他是 觉得我是外地的 还是有一些顾虑 对对对 今天也是我们这个 志愿者姐姐们 第一次正式的亮相 看穿着这个衣服 这个粉色的 也不是大红色的 也希望能招点 这种粉色的泡泡 这个小爱情的泡泡 那也希望电视机前 如果你还没有勇气 说登上选择的舞台 欢迎您来到 我们选择当志愿者 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工作的流程 也可以见一下 单身的这个先生们 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小福利 谁愿意 还是依然我们的热线电话 6331 2752 欢迎来到我们的选择 来当志愿者 那如果我们姐姐 非常明确了这一点 那我们就可以先 回去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那叔叔 那就问题来了 我看您还有第三个关键词 想跟她联系联系 这个她是谁 好像天津的一个 你刚才说的叫赵什么姓赵的一个女士 她为什么给您留下那么深的印象 因为她的女儿在日本 她一个人单身在天津 我觉得她年龄好像比较大一点 有六十七八岁吧 就比我年龄稍微接近一点容易接受 那如果她不来北京 您可以去天津吗 可以 这样的 因为我愿意换个地方住 北京我要住你了 叔啊 这个天津的这位女士 由于疫情的原因 没法来北京 但是呢 可以跟您联系一下 您要不要跟她沟通沟通 行 可以啊 好 我们这位阿姨你好 然后我看到您 我就有印象了 刚才叔叔说 对您印象不错 对 现在我知道您是哪位了 然后呢 您今天我知道 因为疫情来不了 是不是啊 我们有一位先生啊 我们在日本同学 也不严重 他就是不让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位先生 看了您的电视节目 对您印象不错 然后那个 您跟他聊一聊 您也见见他的样子 好不好 你好 你姓什么呀 我姓杨 您不是姓吗 我给您拿着 姓杨 我姓杨 你好 尤其您的条件跟我相类似 我也一个女儿 以前在加拿大 在国外呢 听说你女儿在日本 是吧 天津我一想 都是大城市 而且离北京也是最近 双方能 能互相调动一下 哎 在北京住你了 可以到天津住 在天津住 在天津住你了 也可以到北京来住住 就是这样 那还行 嗯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交通挺发达的 特质的官员都是 都是 太近了我这听不见 听不清 她说交通很发达 对 然后那个高铁 您看女婿的家里 是不是还行 坐高铁 高铁很很快就 半个小时就到了 还想了解什么 赶快问问 头发我 我老伴去世以后 我就全白了 今天我这是为上这次 上电视台 我前几天各头演的 没事 没事 不介意您头发白了 她说没事 没事 我七十四岁了 刚刚进入七十四岁 我是五四年生人 我也快七十了吧 我就想过两个老人 二人失业 简简单单的过日挺好的 阿姨怎么样 对叔叔的第一印象 挺好的 田豪 田豪愿意再深入地沟通一下吗 回头您能来北京的时候 或者能去天津的时候 两人见面约一下 您愿意吗 不愿意来北京 我也可以到天津去 看看她 做一般的访问 加个微信聊一下 是不是 再见 她们俩太合适了 太合适了 都听不见 谁也听不见 对了 太合适了 她骂她 对 这俩就 这俩一般般都 太般配了 太般配了 难看了一点 整个化妆都没化 所以您这喜欢 长得漂亮的 是不是 那男的 谁不喜欢漂亮的 你问问这位老师 谁不喜欢漂亮的 您要喜欢漂亮 只给人吃一个菜 我姑姐也够恰 我那减条件的 那对了 那你漂亮的 那就得听人家的 对 漂亮的就听人家的 不漂亮的 就听您自己的 对 对 那又委屈求全了 那你得出一样 你得就是那个 说到真挺实实的 实实实 只要有一图是吧 嗯 我待会要上去 要说的话 多好的一个人 这不是还笑呢 你看 有老师 你也好 我我真挺喜欢她的 喜欢她干净的 真的 别别掺和了 人家都跟天津那 看上了 对 您刚才已经跟 天津的这位沟通了 那您接下来 还见其他女士吗 也可以见一见 见一下是吧 这还 刚才还跟不着呢 不定怎么样 就是先了解了解 好吧 行 来 两位女士啊 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 三个方面 打开而决定 您让哪一位先上场 还是住房 因为我现在住房 条件不太好 您是住房是吧 好 一个是有房 一个是老家有房 都行 还有 有房 年龄 我不喜欢又黑又瘦的 我喜欢白胖白胖的人 年龄 徐老师为您做主了 年龄 62一个65 年龄越跟我接近一点的 好 那来看照片 好吗 照片啊 哎呦 这俩真都不是我的菜 真漂亮 这么小的照片 您都能看出来啊 不是您的菜啊 后边的两位 是您没有见过的 你想见哪位 这边这个普通一点的 哪个 就这边这个 这个在船上拍的那张的 在船上这个就行 我不喜欢养狗的 我喜欢小狗 但我不喜欢养 但这个狗是不是他的 也不确定啊 行 这两位女士当中 有一位 之前看过您的节目 也就是说 他们两位其中有一位 对您印象很好 您现在选择的是 刚才那个三号那位女士 在船上那张照片的 如果喜欢您的那位女士 这位女士是二号 您怎么选 那选择是喜欢你的 喜欢喜欢我的呗 您很幸运啊 您挑的这位三号女士 恰恰就是喜欢您的那位女士 怎么样 挺时髦的啊 又好看又时髦是吧 这个还胖一点 演员行吗 先说演员 感觉第一 演员可以 可以 这如果是这种演员 人家要是愿意 您还有意见吗 那意见不大 意见不大了 这样的女的那还能看上我 我真的有点喜出望外 这本人 曲面里边真好看 是不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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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放个位置 说说说 说说 说说 说说说 说说说 对 您别砸不出眼睛来 不是我必须跟你说一下 你看叔扭过来的时候 那个表情 是这样的 冲着我们俩 害羞 不是 晕菜了 晕菜了 对吧 这样了 二号女士 金小平 六十五岁 湖北人 婚姻状况 离异 企业退休 您是哪儿的人 我是湖北人 湖北的 对 湖北什么地方 湖北天门市 湖里武汉进 对 对 湖北 我知道好多城市 嗯 我去过武汉三镇的那时候 哦 去过哪儿三镇呢 最近时期没怎么去过 您是有几个孩子 一个孩子 男孩 男孩 在哪儿啊 都在老家 湖北 湖北老家 嗯 您是离异啊 是上了 我是离异的 离异的啊 您在哪儿退休的 在湖北上班 在老家退休 是什么单位啊 啊 是 是那个事业单位 你在北京是 来多长时间了 五年 刚来五年 啊 那你北京没有住房吧 北京没有住房 我老家有住房 老家是 你自己的 是我自己的 不是跟儿子的 不是 我儿子有房 哦 是我自己的 你那是楼房 楼房 就是我自己 从一楼到三楼 都是我自己的 三层 你自己三层楼啊 三层楼 是你们自己盖的 对 就是我自己盖的 您需要 南方有什么 具备什么条件啊 就是 有房租 哦 就是过两人世界 哦 就是有爱心 哦 人 人好随意 哦 那个 就这些吧 那牙都是自己的 真牙 自己的 哦 那牙保持的不错 你的牙呢 我牙下边有几颗牙 假的 上面全是真的 啊 我觉得这位女士 真是太优秀了 挺好 因为什么呀 她特实在 嗯 这边问什么 她就答什么 一点都不隐晦 然后 但是呢 这位先生问的 太可笑了 那么漂亮的女人 居然她质疑她的牙 太直接了 可以说 这牙挺好的 是吧 我在北京就是 就是有个两居室 就是南北通透 完了厨房卫生间很小 啊 都是我自己装修的 就是那 生活也挺方便 就是 物美超市啊 这个离工汽车站呢 都特别近 待会儿我做了咱们 现在长时间呢 就得住我这个 东四十条 那两间楼房去 我愿意不愿意 搁女儿一块儿住 还是 也找一个老伴 两个做二人世界 比较好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嗯 过两人世界的 有自己的房 就是身体好 你身高比较高 你多高 我一米六三 啊 一米六三 哦 差不多 一米六三对 个头也比您高 是不是 长得也好看 显得也比您年轻 啊 叔叔觉得两个人 聊得怎么样啊 啊 聊得怎么样 可以 也不知道她怎么样 我是看她那个 这个本来面目挺好的 我那个什么 你一化妆我 到减分 为什么 我不喜欢戴化妆的 叔叔您这个标准吧 真的是挺挺复杂的啊 这个评分体系极其复杂 她呀 现在这个不像六十五的 对对 形象不错 这么 湖北啊 不错 湖北人会做菜 就是我一和 喜欢要一块过日子的时候 就不要浓妆艳抹 要真成喽 没人化妆妆好 就跟你说 你来这你个头染黑了 淡妆就行 对对淡妆你 这样 师长 您先回去休息一下 我去问问这个先生 别扣了这机会啊 抓紧 那您怎么着啊 您要不要留在台上 来了解我们女士 还是说您直接回观察室了 先生啊我都替您着急啊 我想 我跟您说一句话啊 先生 听我跟您说啊 真要是照片那样 轮不上您 对对对 您没您没那条件 对对 您别左挑右挑前挑后挑了 都挑完以后您就被挑走了 就这样貌的您要是如果再挑不上 我劝您老一句话 那不是菜三分之一的问题了 那就是什么 剧本上没了 可以了解了解吗 了解吗 了解了解 您别勉强啊 别勉强 我跟她的意思是一样的 再说一句话 那个 这我先 我跟你献个花 然后我觉得你挺有爱心的 有素质 有文化 是不是 现在吧 我就觉得你 第一个 你也不是天津那个 你喜欢她 是不是 我爱美 我原来是做过美容的 我一直呢 喜欢 你会美发师啊 不是 我请的人 我在老家开了店 开了好几年了 他是老板 我是老板 你开过那个美容院 美容美发 对 开了好几年 我一直以来都喜欢化淡状 喜欢打扮 就说你不喜欢 那不勉强 我就把我自己的特点说给你听 但是我今天 我今天一看 你听我说 再呢 我喜欢跑步 我天天常常喜欢跑步 一跑就是 就跑四十分钟慢跑 我头发全是染的 染的 这都无所谓 说别人其实不在意您 就头发的问题 不在意你头发 染不染 我喜欢那个身体健康的 是吧 然后能够跟我在一起 旅游散步 是不是 一起买菜做饭 都在一起 我想过两人世界 就我的希望就是这样的 我没别的要求 那在北京生活一段时间 也到你们湖北 你那地方生活一段时间 是不是也行 行的 也行的 你们是个小城市是吧 也不小 但是我们那里发展的挺好的 特别好 我出门就是超市 就是那个学校 银行 医院 超市 什么都在我们附近 走路不到十分钟 我们老家租房 租没多少钱 没 我泡饱我的房子搞坏了 坏了 所以我一直锁着 关着门了 就不住了是吧 我也不差这一点钱 所以我就不住 到时候他给的了 给的破坏了 到时候回去的时候 对 回去就 对对对 师傅那您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你要没什么改变 我想跟你进一步接触 了解了解 我别的人先不见了 可以 你也可以见别的人 你可以见别人 对 暂时咱们都不一定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北京这么广大 你可以互相了解一下 有条件比我好的 你就也不要面前跟我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 是不是 可以了解一下 但是我还想 现在很多朋友 互相了解一下 对 说出来 我觉得这个 在这个节目里面 能坦然的告诉对方 这是对他的负责而已 对自己的尊重 是吧 他这样说出来以后 对其他的男士看见了 你就会照着这个 我选择他 他这个身份标志 我真替这位老先生捏把汗 所以我 我必须再放上一个 这个叹气 叹气是什么呢 这个挺好的一机会 就老先生我不明白啊 就是您上来又犹犹豫豫 左想右想 有的时候这种机会啊 马上就失之交臂 其实您看他刚才您问女士 人家女士又说了 我还想见见下一位 为什么 就是您已经达到看到 有这样条件的女士了 您还可能犹豫 再犹豫来犹豫去 每个女士都会犹豫 您还合不合适 我给您捏把汗 她现在可能犹豫 她是那个湖北的吧 她自己有点 脑子有点乱了 我感觉 她自己有点乱 她也不知道该找哪个了 对 闹不清了 那金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世女环节 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 来北京养老 还是有点积蓄吧 找一个北京爷们 我刚才在你们俩聊的时候 听说您六十了 才到北京来 对 一般到这个时候 都要什么衣景还乡了 您得返到背景离乡了 我是这样的 我家里 我父母原来吧 就一直跟着我 我不是离婚好多年 我一直一边上班 一边照顾我的父母 我父母后来就去世了 我就我自己了 我在家也觉得挺孤单的 然后儿子他们 媳妇都不 他们都在那边 跟他爸在一起 我住在家 也就是我一个人 我就到外面 喜欢旅游吗 玩就到北京来了 感觉北京挺好的 我就到这周夏房子 就 喜欢北京什么呀 喜欢北京的人 那就是素质高 有涵养 就有一次我跟那个 我们楼下的街房嘛 聊天 男士吧 就是 他就聊聊 就说 他说现在不早了 我要回去跟我老婆做饭了 我心里特别感动 我说这男人真好 不光我意思不是说 为了做饭 就是说这有家有爱心 所以也因为这个对北京的印象变得很好 变得严好 对 变得特别好 所以 我在老家我只有一个人 我不是在北京的 后来我在北京住房 认识的几个姐妹 哎呀 确实也不错 挺好的 这是我原来之前住的房 这是你的房间 我打扫了干干净净 那还真是 这是你在北京住的 对 对 我打扫了干干净净 您是租房子在这儿 我在这儿就 哪开心就哪去 我自己就 就属于是养老的那种形式 每天都干点什么 每天我就是去跑步 早上一起来吃早餐的去跑步 一个多小时 中午再回来 就做点饭吃 吃点休息活 然后下午就大叔 自己在家里 跳那个剑操舞 对 跟这个一起租的这些 姐妹都挺好的 你们晚上会一起吃饭吗 吃 有时候偶尔的到外面吃饭 有时候偶尔的逛逛商场 那你们相处的真不错 挺好的不错 你儿子干什么的 我儿子开车的 他是 他跟他的叔叔 是做房地产的 大家有钱 他们都有钱 不用我管 他自己 我儿子有时候还给我一点钱 不过现在我不要了 我自己也有一点钱 对 自己能够管就不用给他 对 自己过好自己 自己过好自己就行 对 我看说还是有一点积蓄 刚才也说了 之前是做美容美发 美容美发的 对 那怎么不开了 那怎么不开了 后来不太好 经养了是吧 后来不好 我就不开了 那个时候雇了多少人了 八个人 那是不小了应该是 在那个地方应该是挺大的 美容美发 对 所以现在的有一份退休金 然后再加上手里的一些积蓄 是吧 那应该日子也没问题 好心吧 好心吧 对先生有改变了 他感觉到 就这个女士 比跟他原来看的那个 就刚才那个视频那个 和第一号的女士 比他俩强 他可能又改变了 说心里话 这位老先生啊 我一直对他感觉不错 妹妹是对他挺好的 对 因为什么呀 他做人实在 我身体什么样的情况 我就敢跟观众人说 对 还有一个 就是他的诉求 就目前 他为了他的前妻 而没地方住 所以呢 他就想着 暂时 谁要如果能接纳他 先住谁呢 想找一个北京先生 是吧 现在什么都不能勉强 就是说 大哥 我跟你说 你也不能勉强 是吧 你考就好了 就是说 你要再找的话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这位北京先生 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怎么样 有自己的住房 是吧 身体健康 性格爱好相同的 就旅游啊 什么一起做饭啊 一起跑步啊 我就特喜欢到外面跑步 我特开心 有一个人在我身边呢 找一个爷们了 什么都行 他说怎么着 我就跟他怎么着 我的性格特别好 特别好这个性格 没什么脾气 你是愿意经常旅游啊 还是 偶尔的旅游一次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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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次两次 就是一次两次 就是 那你之前是 怎么给分了呢 之前我 他吧 就是爱喝酒 你喝酒吗 我不会喝酒 我不会抽烟 爱喝酒 抽烟 特别是喝酒了之后 那手家暴 他打人 他一喝酒了 不是他自己了 我输不了 我是就为这个 我跟你离婚 那现在单身多久了 快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我儿子十岁 我就离婚了 一直这么单着 一直单着 刚开始我根本就不想找 我那还是现在 目前就是这几年 我想找了 对方也欣赏我 我也欣赏对方的 是不是 能聊得来的 六十岁跑出家门 他很可怜的一个人 他可怜 你想想他 他内心世界应该是很要强的 对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离婚的 刚才讲你 其实是在我们平台上 给先生献过花 但是其实我刚才发现 您见了先生本人之后 您的态度其实是有一点往后要撤的 是什么东西改变了您的想法呢 我觉得那个先生他身体好像觉得有点 不是太好 我们是不是最介意这一点 刚才踢件来着 是吧 就为了证明自己身体特好 我就不喜欢适度的人 是吧 我在有什么东西 我有时候 我就两人有什么事 两人商量 我前夫就不跟我商量 什么事 他错拿到的对的 就没有两人商量 与他不商量 沟通最重要 就是沟通一下 有什么事 你都有什么意见 或者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先生是可以跟你沟通的人吗 还行吧 还行 挺好的 有爱心 还行 把这房子给前妻住 是吧 他有申请联租房和经济适用房 什么的 所以您现在的想法 要不要见下一位先生 先见下一位 见一下 是吗 好 那我们也让先生您考虑一下 好不好 过一会儿我们看看最终选择的结果 好吗 好 是吗 是的 二号女士 还比较 我们比较能有可能 成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我看她的精力挺好 挺闯的 在她是容易接受我 看来您是稍微有点失望 对 好 那没关系 我们来看下一位 好 那我们直接把画面切到我们的南观察室 这个个还行 我想高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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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高一点 我想高个人 一米七一 穿着粉花衬衫 扎着粉腰带的先生 真是第一次见 我过会儿问问 粉腰带吗 粉腰带在哪儿买的 还有粉鞋 我都没有 没有 这先生挺精神的 有那点精气神在哪儿 您不想问问先生 平时是这样打扮吗 我待会儿就问 待会儿就问 我待会儿就问 这孩子跟我语学校子了 是吧 校友 他可能聊着了 那他跟我聊吧 你家伙 这位能聊 这位如果说要我同学他跟他能聊 他马上就到 真精神 主持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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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来 换个位置 先生坐这边 您坐这边 二号男士夏信良 72岁 北京人 婚姻状况 离异 企业退休 这个给两位五分钟的时间 咱们两人聊一聊好不好 好 来 请坐 外观气质都挺好的 听说以前跳过教育舞 好来改健身操了是吧 对 我也爱跳教育舞 对 并且我在那广场 教过教育舞 刚才还没跟我弄 我有点紧张了 我是很早已经跳过 现在没跳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平常就这么穿打扮吗 这就是平常穿的 你没特意打扮来好了 就平常我就这么穿 因为为什么穿这红的和这个皮带 今天是我本命年 你在外面也这么穿是吧 对 外面我也这么穿 因为年龄大了 你也多大了 72 72了 72 72 今天是本命年出谷的 自己有个一级史 儿子 儿子呢 结婚了 但是儿子没孩子 儿子45岁 他有一三句实 我就是这个情况 当然有 住在哪儿啊 北京哪儿啊 我住哪儿啊 在北京哪儿啊 我住的那个一泉路 那是个大地方 一泉路那个南边三战地 那个地儿叫青塔 就得简单就这情况 72了啊 但是人家的状态真的不一样 一个是从他的眼睛看 从他的脑 后脑伤到这颈部这块 他是立着的 你看他这个腰走去路了 这个人身体特别好 我要不啊 还来不了选择呢 看见石老师了 石老师跟我 石老师可能不认识我了 石老师给我勾起来了 我说见女儿找她去 56年没见她了 我说让她帮我找一个老伴 我们俩小一同学 重回同学 九小就四个有名的 你石老师是大门领领 对 大队辅导员何老师 最闪失你了 那个时候是最逃的那个 还是学习最好的那个 那个他不算逃的 他就说他在文艺上有 他的同班同学 马秀兰 马桂敏 跟你是同班同学 我们是邻居的 小学的啊 对 有小时候照片 小时候就年轻一点 上学时候的照片 小时候照片不就行 太太了 你遮掩我一看不认识 来 来 来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一看 小学毕业证 脑袋没什么了 小学毕业证 中学毕业证都带了 看看 来 十二个 认识 来 这么小 这有时代感了 这有时代感了 我们俩小学 中学 中学 六五年的你看 六五年的毕业证 特别这多有时代感 刘思良先生有印象吗 刘思良认识 不是老师吗 办语的 合一老师我办主任 你语音员在哪班呢 我一天正经八百是初一九班 一共九个班 八班和九班是学俄语 十二个班好不好 我 你高一年级比我 我第一年级 你 你蹲班生 我是 我不是个班生 我原来在电车上有没有 我就是说 你想你去说 你不得蹲多点了 还倒不得 今天阳光灿烂 我心情好 一看他心情更好了 这个先生特别自然 特别 不是 身体特别特别的好 就是给人一种状态 两个人聊了这么多 被这个半路认亲给打断了 所以你看今天啊 是冲着我们石老师来的 是吧 但是您重要的是 要看看坐在对面的女生 就是让石老师帮我选择一个 对 刚才说跳交易舞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 来 来一个规范的 来一个规范的 来 我听你似的跳什么舞 怎么 我现在都没跳 原来很早 我在老家跳 那就平视吧 就平视吧 你来带着 你带着我吧 可以 我好多年都没跳 先生一看就有点关系 得笑一个音乐吧 到了 我看下个音乐 不是吗 我看下个音乐 但是我来遇见 跟着手 我看这男是会跳舞的人 对 要卖也好 能有味道 对 他手架的还真好 不好意思 我好久没跳 自然没跳过 这先生专业 专业 这个动作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他有一个规矩 规定 俩人站起来以后 俩人这个距离 见位置 他都有名词的 面对着他就 规矩 三个名词就他多 叫正位 合位 必时位 然后稍微女士不动 男士往这边一点 这叫右侧位 男士往这边 这叫左侧位 这个字叫开位 开位 那看您这么讲 其实两个人的身体 保持的这个距离 他有一定距离的 都是有要求的 他有一十五分距离 很多先生会担心 说女士出去跳交易舞 是会不安全的 就是容易出很多 其他的问题 他说的是错误的 应该正确对大家的问题 有没有您自己能读舞的一段 给我们来一段 读舞呢 给我放一个论文 谢谢 来个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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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得刚才先生一上 说那精气神是可以啊 这个其实舞蹈 真的一种体育运动中锻炼 特别好 主人说得对 我在那儿多累啊 是吧 佛冲 真的还佛冲呢 对啊 垃圾气 避迪气 雅铃 没说我这胳膊 你看跳过去 你说挺我给你换啊 这往后 这往前 你说挺我给你换 挺 挺 鞋小鞋好 给你换 你会介意你老公跟别的女士 跳交易舞吗 我原来 我有点介意 我老公原来 他喝酒 跳舞 到外面跳舞 我上班 他跳了跳了 跟人家 跳走了 就跳 跳的有点事情了 您不用太介意他跳舞 我先帮您问几个问题 您这跳这交易舞 跳多少年了 就说三十年了 我跟您说 为什么不用担心啊 他都跳三十年了 如果真能跳出事来 他就不来这儿 这个事实证明 一直跳 也没找着一半 所以这您不用太担心啊 就刚才那个先生啊 他跳舞的时候 他为什么很讲究 这种各种姿势 他是真的沉浸在跳舞本身 他跟您跳 他也是不是随意的 他一定要把那个姿势摆正 所以他关注的是跳舞本身 这是第一个 这我帮您再问一个 因为刚才您说的声音小 我都没听太清 您独立住房是吧 不用跟孩子们住 孩子有三居士 他自己有三居士 我是一居士 你那个退休金大概在什么范围 退休金我退休的早点 我现在退休金实打实了 四千三 够花 现在就看二位 有没有演员 年名上我觉得也没问题 我问问女士 愿不愿意坐下来 先把先生的经历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吧 了解一下 正式地认识一下 我们的二号先生 他的基本情况 二号男士夏信良 72岁 北京人 婚姻状况 离异 企业退休 那夏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女环节 鸽子与舞蹈 该找个伴儿了 家养着三只小狗 养着一百多只鸽子 姓鸽 鸽子也给我争得荣誉 鸽子也让我 有很大进步 因为我在鸽子 我就吓唬鸽 在全国在写文章的时候 有一个文章大赛 我当过 北京当过评委老师 所以您那鸽子 都是去参加比赛的 经常参加比赛 能得什么奖 前十名大满贯 有冠军亚军 已经前十都拿过 像这鸽子 就是 比如说 你怎么能判断这只鸽子行 还是要训练它 还是要有别人博乐 我要发现这个千里马 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吗 有 一个是训练的 二一个你得观察的 第一就是品种 它的品系 品种很关键 就跟人似的 就人你出生的家庭 你生长的环境 你受到的教育 你所接触的人 才能看出你人的本质来 不能一放飞 真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净成的 那傻哥 这不现在正打比赛的 不经常发生的 你看这奖杯 都是你的鸽子给你 这是鸽子鸽子 我是奖杯 就以前呢 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素刚说过 全敞开的 鸽子全在这里面 以前多少只养了 最多一百四十多只 后来我 两千年时候 给全处理了 不养的了 这四十大了 你还得 你看还得拍上 还得上这下大佬卫生去 好了我说不养了 就给处理了 一百四十只鸽子 全处理了 又飞回四十只来 这个拿过奖 这个靠你右手这个 这鸽子是公盟 四千余鸽子 决财六十五名 就是统一 有一个公盟 专门与组织者 统一回一个地方 你都飞多少公里啊 五百 有钱吗 有钱 这鸽子当年拿了 是一万多 您能认清每一只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在那个 二十年前 一百六十只鸽子 你指这鸽子 我告诉你 他的环子号 他都脚上带一环子号 我告诉你 他的环子号 告诉你他的父母 连父母你都记得 都记得了 现在记忆力不行了 反正养鸽子也不容易 特别幸福 我下决心这回不养了 像这个养鸟养鸽子的男士 都是应该算是心细 有爱心 你喜欢养什么宠物吗 不喜欢养宠物 不喜欢养 你现在还养鸽子吗 还有十五只 准备都给他处理了 我不喜欢养宠物了 因为我特别干净 是 我刚才看到你这个 我在琢磨 要是我跟你在一起 那打扫卫生 那怎么打扫 我在想这个问题 对 是 我特别爱干净的一个人 你就负责把屋里 打扫干净就行了 鸽子龙龟塌混 鸽子不养了以后 不养了 下军心 现在准备处理呢 所以 这个爱好就是鸽子跟舞蹈 是吧 对 我还想问你 你跳舞的时候 有经常在一起跳 一去跳舞 就是找那女士跳 你有吗 专门呢 我前夫就跳舞的时候 他又说哪一个女士 跟他配的挺好的 他专门找那女士跳 你 是 有人这样 你也是吗 我不是 我就是当这看 一个是舞跳得好 我就请他跳跳 一般不怎么跳 他这个年龄 谁都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 也不要让对方 去自己去改变 对 越自然越好 对 我能接触你 就是我欣赏你 对吧 对 而且我能包容你 这很重要 其实啊 我觉得二位合适啊 就是其实刚才 我有一点点的小担心是 我看到女士的状态呢 是比较这种 对 花枝招展 她是爱美的人 那这位男士呢 您也看到了 她也是这种 喜欢外貌的人 你不用担心她 她穿的这个衣服 是不是过于花俏 她是对自己的生活 需要生活当中的色彩 而是从这种心理的状态 映射到了她自己外观的打扮 所以二人站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就蛮般配 就感觉到 这就是应该 是这样的一对人 在一起生活的状态是对的 花枝配招展 所以先生您的想法呢 旁边这位女士行不行 我觉得挺温柔的 您是觉得可以是吧 这女士哥 她说她前夫跳舞 她对着有这反感了 她说咱们得介意点啊 是吧 我今晚要找一老伴呢 我就不去跳舞去了 我带老伴跳一下 带老伴三步 带老伴跳舞 老伴不会我交代 那这样啊 还有一位女士 您要不要了解一下 她的情况啊 我给您看看啊 这位女士62岁 有房子 她的照片是这样的 然后您如果想了解其他的 您还可以再开出三个来 职业 婚姻 子女 好 职业 婚姻和子女 好 这位女士62岁 是从军工退休的 李毅有房子 有一个儿子 长这个样子 您可以选择 是跟我们二号女士 到台下做一个深入的沟通 还说我要见一下三号女士 见一下吧 见一下 见一下 竟然来了 好 竟然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让二号先暂时回到班 爱跳舞 爱洋厨屋 我不喜欢 在工资少 太少 我打扮 我爱穿 我吃嘛 就是说 就是说我 我挺讲究的 如果要跟三号女士 约会的话 您希望会选择一个 什么样的地方 我选择就是餐厅 餐厅 为什么呀 看个女士喜欢吃什么 然后一边吃一边聊 特别好 实实在在 对 实实在在 跟我这一样 感觉第一印象 这位女士感觉怎么样 没有第一印象 特美漂亮 老有气场了 我觉得这走路好 带劲 带劲 这女的挺富贵的 她比那个一号 还要富贵 我看她的养狗 她家的那个 摆成事 挺高档的 又是一美女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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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坐这边 让女士坐那边 好 三号女士 傅雪芹 62岁 北京人 婚孕状况 离异 军工退休 先生说了 要跟你在餐厅里见面 然后想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就点点什么 边吃边聊 那接下来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你们两人好好聊聊 好不好 你好 刚才我看 等于介绍 你得是离异是吧 对 有一儿子 对 儿子多大了 那么虎 儿子属虎的 虎 还跟我一个属性 我也属虎 等于是我是 也是离异的 离异以后 我这个前妻 去世 还有六天 去世十二年了 等于那个儿子 自己有一三句子 我住个一句子 就简单就这情况 儿子挺独立的 儿子四十五了 结婚了 挺好的 有车有房 多快 然后不用你担心 对 他过他的 我过我的 他就经常过来看我 不错 挺好挺好 一个安慰 对 其实也不愿意他们来 挺忙的上班 是吧 净孝道 怎么样也得来看望您 我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情况 喜欢那个养鸽子 喜欢跳交易舞 挺丰富的您的生活 对 鸽子准备 现在正在处理中 不想养了 累 可能跟精力有关 一个累 第二一个打比赛就 也累啊 还得调理上 把这鸽子调理到最佳状态 是 自己老了 自己生活生活 旅旅游 是吧 和朋友交参交参一会儿 我觉得我真挺心配您 这种生活 就是爱好做一样像一样 那养鸽子 能进到国家那个拿的名次 是吧 拿过以前拿过 后来不行了 然后跳交易舞 还能教做老师 是不是 对 人这一辈子不容易 就是拔个字嘛 爱恨情仇 生老病死 这拔个字走完了 就拜拜了您 人生就是一个体验 是 对 咱们认识了 相识 相知 相爱 最后一个 最不容易了 相伴 相守 相伴也行 相伴相守 它是一个意思 是吧 都不容易 人是相当累的了 其实你要如果这样想 就是有缘 靠这个选择 然后 两个人特心仪 那么在接触的时候呢 欣赏对方 对 这是第一 然后其次就是包容了 像他们这年龄 包容很难 你们俩在餐厅聊得挺好 还没点 点什么好吃的 还没点呢 我服务员也 喜欢吃什么呀 没叫服务员 喜欢西餐 西餐 我为什么说 我喜欢这个 打断你一句话 主持人 为什么喜欢餐厅 餐桌上最能看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来 怎么讲 吃饭 往哪儿一坐 能看出来 坐能看出来 拿筷子 动筷子 说话 都能看出来 那拿筷子不就拿去筷子加吗 那也不行 拿出筷子来 拿出筷子来 来 咱吃这个 你喜欢吃什么 就说来 你吃这个 拿筷子怼你一下 又怼谁呢 就说拿筷子来 吃这个 有那个老北京的茄 有茄子 有茄子 那要点什么菜也能看出来吗 能看出来 看出来喜欢吃什么 然后能看出来他喜欢吃什么 好什么 就能看出来 我这人比较完美 我还特别细 特别细致 车间这边帮我女同事 看出来了 都特别佩服我戏 我现在发现了 真的不必担心 我们先生出去跳舞 会跳出什么来 他对对方的要求很高 比方说他十公分 不对 你这只有九公分 你离我太近了 退回去 明白了 对 是不是 手放的位置不对 跟男同事三角低着 肯定是 先生肯定会讲 一丝不够 对 严肃认真的一个人 行了 怎么了 石老师 我就觉得怎么讲 首先来说 实打实地说 他们俩岁数差的太多 太多 俩差十多几岁 你算了 我马上就63了 差九岁 60了是吧 一月份 差十岁 差九岁 九岁还行 你觉得九岁还行 你不介意 我发现你 我特点 你什么东西救活 什么东西救活 人家一说点什么 你哪顺着来 人家说不养鸽子 我这鸽子马上又走了 我说不需要养狗 我这狗早就处理了 对 是不是 人家要说 人为了未来的一半 人家愿意改变自己 人家说了 那当然好了 我改变自己 但是你要说到 得做得到 霍律师怎么看 我这开心呢 笑脸 给女士 特喜欢您那劲 特撒 带着风又来了 但是那个说实话 二位呢 我不是那么的看好 为什么呢 先生啊 这个女士啊 就刚才那个 十二世也说了 北京大妞 然后呢 她是大院长大的 没那么多心思 就您说的那些讲 人家不一定不懂 但是懂 并不一定 生活当中 非得按那个来 您理解那意思吧 是 有很多人她懂 您想我们家 我小时候特有这感受 我姥爷是地地道道的 老北京 小时候吃饭那筷子 加菜啊 只能加自己这一边了 加完了吃完了 筷子得放下 你连加两筷子 就打一下走 特能明白 但是您说 我现在您让我海岸那来 我也拎不住 所以呢 就是您对面这位女士 您要说按照这奖来 她来不了 她不是那是性格 所以先生 我就问您了啊 首先这这得包容 您说让她改成那 那来不了 您看她那性格 走路带着风过来的 刷刷刷刷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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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理解吗先生 对 所以这个地方必须得改 就是跟这女士在一起 您就一件事 开心 少事没事 她没那么多心事 对 她没那么多心思 也没那么多心事 每天就一件事 咱怎么乐怎么来 是不是女士 叶子 叶子你看 说咱喜欢 咱就坚定地追 是不是 怎么样 吓我 对不用 坚定地追 认真地改不就齐了吗 没事 过日子咱过嘛 咱慢慢地磨合呗 是留下来还是走 聊聊 聊聊 聊聊就聊 看啥 聊聊 来 她都看不上我 我们俩 我们也不不适合找她这样的 就阶层不一样好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福女士 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一辈子生活在大院里 丰富的业余生活空虚的情感世界 敢讲一辈子生活在大院 是老父亲当时说建了那个军工厂 是吧参与了 是这样 空军指挥学院建院五八年 我爸爸就在那个建院一开始就给招过来 但是他的那个专业是印刷 而且是采印 那部队呢需要印教材有牵扯到保密 所以要自己建一个印刷厂 这样 父亲当年来建印刷厂 然后在这工作扎根 你们全出生在北京这个大院里 然后在大院里成长 最后又接了父亲的班 所以一辈子都在这 是吧 那多少年了住在这 现在六十三 就一直就在这 就没离开过 那你对这个院熟的不行 这院里的人也都熟的不行 特有感情 我们一起长大的孩子 有的也是像我一样接班留在学院 就等于那学院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 您都是了解 一树 我们学院种的树 我爸爸他们都是自己摘的 我对那个我们空军指挥学院的感情 比如不是一般的 它是从那个学院里面感觉到就是流淌 在学院里面 为学院那个事业 我们也出把力 所以您现在的房子也是在那是吧 那是学院分给我的三十二 嗯 太好了 太好了 气质没得说 做人呀 我感觉人家 你看通过今天 我们这一天 我们这三个嘉宾 短暂的交流吧 通过眼神也好 一举一动的吧 真的很美 这两个妹妹很美 丰富的业余生活 这也都是在这个大院里进行吗 我退休了以后 我们学院有一个合唱团 还有一个舞蹈队 其实我喜欢唱歌嘛 但是我唱歌 就属于唱那个特随意 流行也好啊 什么名歌也好 但是一进了合唱团 我又差不多得有一年的时间不适应 我的嗓子唱出来的声音 走跳 然后一听 这是傅月谦 不和谐的音符是吧 对 现在有进步了 我知道怎么样去听别人的声音 去融合一个音 怎么样用嗓子 去把这个同声唱得更好 想不想听她唱歌呀 当然想听了 我特喜欢听唱歌 我就说吧 那我们起来起来 起来 起来 坐一段 坐一段 如果吧 是汪国珍的一首诗 这首诗呢 是在我跟我那个前夫 关系不是很融洽 关系不是很融洽的时候 遇到的这首诗 是这首诗多多少少影响了我 如果 你一定要走 我又怎能把你挽留 即使把你留住 你的心也在远方浮游 如果你注定一去不回头 我为什么还要独自烦 我为什么还要独自烦忧 我为什么还要独自烦忧 即使以终日以泪洗面 也洗不尽心头的清愁 要走 你就潇洒地走 人生本来有春 也有秋 不回头 也无需再反顾 失去了你 我也并非一无所有 你看看那个忽明亮 都被感动得也掉眼泪了 对 你是刚才在朗诵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 她真的发生了那新的情感 我感觉这个妹妹 应该受过一定的伤害 是 真的很心疼 特别特别善良 说话呀 老在养别人 那时候啊 我们都年轻 主要我是不懂事 比较任性 然后总觉得 必须得找一个她爱我的 她要不爱我 我为什么还要把她挽留 您怎么来判断她爱还是不爱啊 她是出去玩 她很聪明 玩橡棋 玩麻将 跟朋友的关系特别好 人缘好 在我们单位 我们俩是都是印刷厂 她很就是 我妈也喜欢她 领导也喜欢她 但是呢 我是不懂事 我就是认一个死理了 我就觉得她不在家里面 不跟我一起 那就说明她不爱我 后来就有一天终于任性了一下 就去了单位 跟领导说我要跟她离婚 后来我们领导说那你 她同意不同意啊 你叫她来啊 她就 到了单位就说离 我们俩性格不合 早就该离了 后来当时呢我就想 那就说我这选择是对的 她确实不爱我才那么爽 后来我们俩特神奇地就在这儿 去了子祖院办离婚手续 就半天的时间 就办完了 后来我妈妈和我婆婆 听说了以后都特诧异 说你们俩自己就决定离婚了 都没跟老人打个招呼 我现在就大了 遇到事多了以后啊 我就回头想 其实这段婚姻是我的错 我不该这么 自己凭着感觉去断定 对方是怎么想 我觉得在这点上 您跟先生倒还真有相似之处 先生通过一个细节 就把这个人给否定了 其实您也是有这样一点 您通过一个细节 就把一段关系给否定了 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 又伤害了自己 伤害亲人 对 其实他也很难受 我知道 他真的挺难受 现在也长大了吗 现在虽然懂了 但是在处理上面 还是很任性 也许那个时候 他并不是看透了 对方不爱他 而是他当时想用 只是自己的内控力 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想去任性一把 结果任性过了 所以他这些种种的行为 都会能看到 他是一个外向性人格 无论是他的行为 还是他的这种性格 而这种的一定会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会有一部分略微超一下格 就是我们说的叫做作 这是会的啊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做作都是贬义词 只是说我们有的人表达会过一点 这位女士会 就是他的表达会过一点 就是无论是开心 还是伤心 他都会比一般人 要表达的更加明显 所以问题就在于 他的这种表达 对方是不是能理解 或者能不能接受 接受 看来显然是过去的情感当中 对于很多的普通人来讲 这种表达是接受不了的 比方说他刚才讲的那个故事 明明我是理解的 你就是闹一个小情绪 你为什么不陪我啊等等等等 但最后事情就变成了这样 是其实连你的前夫他都理解不了 所有人都理解不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您来讲 这才是你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 如何平淡地去表达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需要调整的地方 这样吧 我们来看看最终选择 咱们今天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好不好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男女交病 已经悉数登场 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 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最终选择环节 我们来看看两位先生 会选择哪位女士 准备牵手 把你选中的号码 写在你们的题板上 如果没有写无或者放弃 女士也把你们 心仪的先生的号码写在你们的题板上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两位先生 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来三二一 请亮题板 一号叔叔是没有合适的是吗 我觉得我对人家也不理想 我也不是特别理想 就是我二号那个女士吧 我想做一般朋友接触接触 因为我就是给他献了花吧 影响人家 万一长得比我更合适的呢 我就这样 所以做一般朋友就可以 明白了 好 那我们二号叔叔 选择了三号 是吧 好 那两位先生 已经亮出了他们的题板 我们三位女士 要改你们的选择吗 改吗 改不改 还改吗 都不改 不改是吗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三位女士的选择是什么 来 三二一 我们的三号女士 对我们的二号先生是 觉得不合适是吗 这位先生说心里话 真是挺好的 但是呢 我是接受不了 他那个跳交易舞这个 这位是非常好 三位女士的选择 是一个比较的 是一个比较的 决定的 它是一个比较的 是一种其他人的 一种其他人 是一种其他人的 这样的承诺您也不改变是吗 我本身就是不能接受男士跳 理解 理解 不是 单只教你 对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今天很可惜 我们其实三位女士都非常的棒 气质都很好 也很漂亮 我想第二期间 肯定会有很多的先生打来热线的 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的三位女士 再次登上我们选择的舞台 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 2752 大家记住了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她与选择有着不解之缘 我俩参加了第二届集体婚礼 她温柔善良 她说你赶回来吧你 我跟你说 你坐下坐下 坐下喝杯水再说 好好睡 喝杯水我们再追过去好不好 她落叶归根 外国人首先语言不通 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东西 我看您的意思更多是偏向于 未来的生活是在国内 是吧 是这样 她同心未敏 我特有情情 你看见她 这下个都十多年了 她重情重义 她给我赶了一碗烧板面 自己想起来 我都心里热乎乎的 她对她一见钟情 赵德铭先生对您的印象不错的话 要不要改变您的想法 她对她心生好感 我们观察室里还有两位女士 这两位女士其中有一位 印象对您很好 拖欠打理 有一点的修养和文化 您愿意在北京落伙 最终谁能有缘牵手 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65岁的苏女士 晚年选择与子女一起生活 但 喂 妈 我晚上加班不回去吃了啊 不一样的选择 不一样的生活 不一样的生活